好 另外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您是打高端疫苗嗎 目前這種高端疫苗 可入境的是這六個國家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 如果要前往美國或其他的國家去 指揮中心今天表示了 經過專家討論 以接種一劑 或是兩劑高端疫苗的民眾 如果急需出國 間隔28天可以混打AZ BNT或者是莫德納疫苗 因應就是整體 現在有一些國際上對疫苗的需求 尤其有些國 這樣在美國 還是說在進去的時候 有些國家是用這個 檢疫的期間來取代疫苗 那像美國就一定要有這個疫苗 相關的一些證明才能夠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就 我們也就 規定就是說可以 我們可以讓他混打 打完兩劑 就是說適用的對象已經接種一劑 或兩劑的高端疫苗 應出國 需提交該國要求 吃COVID-19疫苗的接種證明 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他只要跟最後一劑的高端疫苗 間隔28天後 就可以 帶著相關的證明文件 如電子機票 就學工作證明等 健保卡 及COVID-19疫苗接種的紀錄卡 可以到各縣市政府衛生局指定 有提供該項服務的合約院所 預約接種 好 那目前大概可以 有要求要疫苗 而且持高端可以入境的 有六國 紐西蘭 伯琉 印尼 阿根廷 以色列 跟貝里斯 好 指揮中心有宣佈已經接種一劑 或兩劑的高端疫苗民眾 如果緊急出國需求 可以拿這個混打證明 來混打其他的疫苗 消息被貼到網路論壇之後 引發大家討論 因為多數呢 都是忍不住開酸 有人說要證明 或者是要重打還是混打 到底為什麼一開始要打高端 世界不是只有印尼 越南 貝里斯嗎 等等的 台灣價值的注入 可以優先辦黨證嗎 等等這句話 全部呢 都在網路上發酵 同時又不少民眾擔心 那這就不是成為 全球首創打四季嗎 如果混打多打以後 出現問題又該算誰的呢